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张立凡老先生 张立凡是北京人 是蛮特别的一个人物 so far到目前呢 中共没有动他 他在推特上比较自由 他言论就是 因为他是个老人吧 历经整个故事太多 所以他自己的文笔又好 又家庭的整个背景 所以就形成这么一个很特别的 在推特上这么一个特别的人物 我只能这么说 他在评价 我没有看到李克强死他评价有多少 没有 结果今天在无意中看到别人的文章 就看到他这个推特 他推特是一个前后对应的 原因就是 如果往下追的话 我们看到那些老民运的人 非常老民运的人 针对李克强死呢 有个评价 那这些人都就像我们经历过两次 一个是周恩来 一个是这个八九六四 这是中共近代 就是毛泽东建政之后 两次大的变革 都是因为 就是类似改朝换代 整个一个 他在更替的过程中 出现了那种裂变裂横 党就是中共上层出现了争斗 所以周恩来就变成了 引发出毛泽东整个的死去 整个那一批人没了 然后江青人倒台 八九六四 所有朋友都知道 那我们说的是像八九六四 但是这两次运动的本身 他都的 他最大的概念就是 共产党的自我进化 大家要明白这党 两次运动的本身 变成了中共的自我进化 然后捋顺了他上下的关系 他就得以延续了 所以我们节目中一直说 现在这人也怪 都冲着习近平去了 没人去谈共产党 所以再一次有点 类似延续的故事 到现在没有更多的人谈到 但我以为 我个人以为就完了 因为共产党过不了第三下 第三下就完了 基本上 历史经验 七十年代八十年代 两次要人引发大事件 最终都以此为代价 换得党国延年益寿 历史会不会充演 就得看着 看着这么多推特大家们 大咖们呼天强地的 我又有这种感觉 没错 在推特上这些 这些所谓的这个 那个这个 没有任何一个人反共 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到 这是共产党本身的 这种标志跟体制 任何人都不会有好下场 包括习近平 那就是没有人 都在去抢那斗 抢那下 去研究李克强是否怎么被害死 一点用都没有 他已经死了 即使你的推断 百分之一千的正确 你今天能不能做死 习近平能不能做散共产党 如果你做不散 你就没用 你一点用都没有 你的存在是没有用的 人说不对 那是揭露了中共的邪恶 没错 但是在推特上 没有人探讨 这是共产党罪恶 所有人都在骂习近平 so what so what 对不对 你同样是上了共产党 没跟你说 现在邪了门了 就是 就是怎么超过都超不到 共产党那去 这是今天的悲剧 那张立凡老先生 其实就明确看到这一点 那他在推特上 很有影响力 他这个老人 有点像老顽童 但是对这件事情呢 很显然是有很悲剧的 就是很悲观的一种看法 这个没有 大咖们都在胡来 胡来就在给共产党 延年益寿 但我不这么认为 但坦白讲 我个人以为 因为习近平本身 已经把共产党毁掉 整个肩价结构给毁了 我们这么讲 今天习近平嘎巴就死了 你看看满朝 谁能顶上来 就是谁是那么一个人物 给顶上来 王岐山是 但被他毁了 对不对 王岐山是 那曾庆红可以 但过分阴险 所以他不是一个头面的人 就是他是一个狼 就是狼背为奸的背 他不是一只狼 那不是一只狼 顶不了事的 那背 是吃人下水的 这个你要分清楚那个角色 但王岐山确实是 但王岐山你现在 我们看不出来 如果今天习近平嘎巴死了 然后谁能顶 就乱 这是个乱 乱的本身就包括这些 读书的人 书生都不灵 整个满朝都不灵 那他原因就是说 那人有一个人叫维多 说李克强突然死了 张大爷怎么看 张大爷就那么看 然后随后有 有些人就转他 这个人叫壮飞了 他就说了一些反应 因为这是贴子跟下来 我个人觉得蛮有趣的 习近平政敌猝死 两种反应 底层应该没有 胡耀邦试试那种 废城没有 大家现在看到的热闹 都集中在网络上 然后习近平在 郑州 就是在河南和 这个安徽 留了一个 留了一个书 就是舒缓之地 让他家里人 让他可以去干 但其他地方都封杀了 第二种反应就是 习近平睡不着觉 那是肯定的 但是中上层高官 内心会极其强烈 联想到最近 李尚富跟秦刚 会觉得这个兔死胡悲 官 大官 性命难保 臣让君死 君不知 如何会死 不如反了 是 这句话他用对 君让臣死 臣不知 何时会死 这是对习近平最大的威胁 但是呢 是他一手干 那接下来他讲说 习近平 近来地位不稳 政局纷乱 暗中有倒习 和矛图政变的 李克强是倒习后的 总书记的最佳人选 魏宝龙女 那 李克强被定点清除的可能性 最高 这就 这我不认同 根本就没 李克强我还是跟大家说 李克强 你给他龙椅 他立刻就撒鸟 立刻就鸟鸟 大小便失禁 他肯定不去担 绝对 那李克强 魏京生 所以整个帖子跟魏京生有关 李克强暴毙 小习在效仿毛 清除对手吗 以习近平最近 屡遭打击地位不稳 严防政变的场面 李克强名声较好 可能是政变后的最佳人选 被清除的可能性最高 除了老人之外 年轻的潜在对手 非李克强莫属 这是他的不幸 以他能忍辱负重 没脾气的性格 有点冤 忍辱负重 没脾气 他怎么去反抗 他怎么去政变 对吧 这是一个矛盾的说法 我只是跟大家说 我不认同这个 这种观点看法了 里头有一些乱七八糟的 这个 这个黄帖是 黄帖到处就是 我再跟大家解释 这就是今天中共 中共统治之下 看穿了中共国人的品质 那些女人半漏不漏 永远在推特上 他就来真正消灭 今天任何反共势力 就是今天的黄帖 把今天的中共国人 男女都看死了 但这种东西是共产党干 没有信仰的人一定是烂肉 无论你多么冠冕堂皇 无论你多么官位显赫狗屁 你就是一块烂肉 所以共产党就用肉 网上一贴 什么都不管 你自己就在那翻 你自己就跟自己干 这是对中共国人的定性跟侮辱 这个咱就 对比一滩牛粪 驴粪段光了 佩服中国人的对比认知力 所以不会有第三次了 网络控制严格 中共死了中国也或许就有救了 所以很牵强了 党军稳住了一切 苍蝇会碰壁的 不可能八十年代曾经有过理想青年 现在寥寥无几了 所以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 那我个人认为呢 是习近平自己跟上层出现了故事 跟上层完全出现了故事 这是关键事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